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给少男少女们提供了一夜成名的好机会 其实成团的难度比起千军万马走独木桥有过之而无不及 宝贝的名额屈指可数 更想占据一席之地可不是单有实力就够了 公司的运作 自身的话题性 平台的偏重 还有粉丝打头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相较于绿写平淡的清理衣 今年的全女记似乎更火一点 但进程太过拖拉是不争的事实 截至现在已经播出了14期 每星时长接近两个小时 却只公布了一次正式排名 同一首歌唱了一遍又一遍 完全是在混时间 要知道一周后同类型的创三马上就要开播了 一场热度大战怕是在所难免 虽然在第二次排名尚未公布 但60近35的大名单已在网上提前曝光了 与书欣 刘雨昕 寓言 写可盈 安琪 赵小棠 孔雪儿的人气选手依然稳居前九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颜值和能力俱佳的训练生参加淘汰 第一轮因为文哲 欧若拉 墨瑶等人没进前六十 一度令广大网友纷纷不平 此番竟有多达10个实力派学员止步35强之外 引起中路在意料之中 相信正片播出后定然少不了一段猛烈的口诛笔伐 其中就令人遗憾的非魏晨莫属 因为前期的镜头不多 她一开始的存在感确实不算高 直到第二轮公演的妈妈舞台才真正被大家看到 妈妈A组抢手扎堆 谢可英 金子涵 陆可燃都不可小觑 许新闻更被称为头号Vocal 最终魏晨被队友票选为C位 她的发挥亦不负众望 无论唱跳都非常出彩 台上的气质又美又威 在一个强颜了得 可惜高光时刻太晚了一些 终究是拉不回来了 两年前的创造101 段奥军以高位出道 让我们见证了一个草根少女的奇迹 两年后当同样 单纯青色的夏颜出现在清尼尔 云以维系会像大军一样 华丽蜕变 破茧成疾 可奇迹终究没有再发生 客观的讲 夏世开唱要好过跳 不过几个月来 在舞蹈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奈何地儿击婚了一个脸熟之后 就几乎没影了 眼睛睁看着 排名一路下滑 从十几位跌到了淘汰圈 女团固然需要颜值 个人特色和性格魅力 亦不可活缺 尽管注定男成团 张玉和王清 依然赚荡不少路人的好感 第二轮过后 大王小王要就此拆火了 张总胜利过关 王清却遗憾出局 同时离开的还有郭雪盈 继创造101之后 又一次倒在了半路上 连续两回受到打击 为民有些残酷 狗狗明明长相很甜 声音也好听 无奈人气和名次就是上不去 除了上面四位之外 还有六个公认的实力型选手 同命相邻 冯若豪 傅雅玲 也被拍到现身机场 而鸡碎 宋昭义 陈兴瑞 寒冬虽暂时没有照片爆出 因第三次共演榜上 无名淘汰一程定局 上一期 七岁刚在练习事舞台 被导师们选为兄弟对家 现在就莫名其妙离开了 短短时间接受了冰火两重天 不便不已的说 这十个人都该进前三十五 不少入围的训练生 远没有他们这么出色 由此可见 未能性急 并非是实力不济 到底是镜头太少 公司不给力 亦获票数有问题 那就忍者见人 智者见事了 此外 费欣元 暴冷被淘汰 亦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毕竟他来自一疯狂打头 著称的塞拉盒 有着相当数量的忠实拥促 曾在第六届总选 其身前十五 更重要的是 他今年只有十九岁 在和妹当中 无论外形还是联绩 都是最有女团范儿的 这次斯巴采用了人海战术 但是只有许佳琪一人在前九 剩下的想闯进总决赛 老实说难度不小 有人淘汰 在预料之外 有的则在情理之中 首轮鲍贝尔旗下的四位 是令山上演了终极超车 居然进入前六时 着实爆出了一个大冷门 为此 给赵公子召来了不小的非议 吃瓜群众们纷纷质疑 他有充钱的嫌疑 事实证明这四个人 性格虽没有黑点 综合实力 的确跟其他人有很大的差距 二次公演时 孙美男 季杨阳 张萌露 都在本组垫底 徐珍珍也只排在小组倒数第二 如此糟糕的表现 集体打到回府并不冤枉 既然女团这条路走不通 回去借助老板的资源 好好拍戏 没准能走出另一条路 从偶像念识医生 到创造101 再到青春游年 和创造营2019 作为旁观者 我们见证了有人走上花路 更目睹了一个又一个遗憾落泪 转身离去的场面 多少人一而再再而三回过选秀 和成团依旧遥遥无期 偶像选拔类比赛 和长布式娱乐圈的缩影 成功往往属于极少数人 更多人只是做了一个 现实的美梦罢了 而随着淘汰下的到来 剩余选手的镜头逐渐增多 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 我有感觉有一幕十分熟悉 似乎在《创造101》看到过 难道青春游年和《创造101》 撞人生剧本了 但最惨的是 竟被同一位选手拿到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青春游年将主题曲上线 而跟着发出《创造101》的主题曲 让大家暗刷 青春游年即将开播 创造营2020官宣导师 青春游年进行出评级 选手的业务能力遭致疑后 而放出陈方宇的评级片段 青春游年播出已经过半 《创造营2020》 官宣即将开播 当即和青春游年二相撞 看到鹅和桃的操作 网友认为双方要开始battle 毕竟两档节目都是女团选秀综艺 看选秀综艺时 观众非常好奇 选手们拿没拿到剧本 参加青春游年二前 赵小棠曾参加过最优的我们 在这档节目中 赵小棠是大魔王人设 会为队友出战 青春游年二刚开播时 观众认为赵小棠摆臭脸 经过了解过 才发现她是大姐大的性格 但同样是选秀节目 为何前后的表现却不一样呢 冰晶玉杰四姐妹被淘汰后 网友认为王晨轩拿到了皇族剧本 因为镜头太多了 随着节目更新 我们可以发现 王晨轩的镜头变少了 而名次也下降了 在青春游年二周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回锅肉选手 但是有四位选手比较特殊 他们参加过创造101 这四位选手是宋昭义 张楚涵 沟雪莹 爱依 找剧头的消息上看 曾参加创造101的四位选手 只有张楚涵晋级下一轮 张楚涵是一位 业务能力很强的选手 在出名级表演时 得到丽莎的认可 在之前的采访中 我们可以知道 张楚涵的父母 不支持他走演艺道路 他除了承受外界的舆论压力外 还需要自己消化父母的争吵 张楚涵对父母说过 每次有人骂我的时候 你们总是在最前面骂我 在创造101中 王一博认为吴轩仪不适合当C位 并认为张楚涵的表现比他好 这段对话也被放在预告中 引起网友们的激烈讨论 这因如此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青春游尼二第二次舞台公演 是小组对决 许佳琦挑选张楚涵成为自己的队友 选手们即将登台表演前 导师们对其进行指导 许佳琦是队伍里面的C位 但在训练时 陈灾化并不满意 徐佳琦的表演 并建议他调整一下 自己要演唱的部分 此时陈家画任务为 张楚涵的表现比较好 更适合成为新位 看到创造101和 《青春游尼二》的两个片段 你是否觉得很相似 网友忍不住调侃 相同的剧本 不能换个选手拿吗 熟悉的场景出现后 我们可以得知 张楚涵是有实力的 要不然导师们 也不会拿他和热门选手 进行对比 至于其他的选手 在组内没有热门选手的情况下 镜头的转化率可能会比较低 因为镜头再多 看的人少 像过一般 说到镜头的多少 不得不说到 因为镜头量少 而被骂上热搜的 于书欣镜头 同样是热门选手 于书欣的镜头相较而言 确实是比较少 但即使除了于书欣之外 还有一位选手的镜头 比他还少 那便是许佳琪 在《青春游二》的第15期 许佳琪的个人镜头 大概就只有一开始的组队阶段 整体下来有点差无此人的感觉 说来 许佳琪的镜头量 貌似随着他排名的不断降低 而慢慢减少 在初期 许佳琪的镜头不少 排名一直在上位圈 而第二次公演后 许佳琪滑落到第七 之前许佳琪的第七 令很多网友感到不可思议 觉得可能是因为 公演舞台尚未播出的缘故 在第二次排名发布时 许佳琪的名次 也许会有所前进 可惜貌似第二次排名中 许佳琪依旧是第七 关于许佳琪 有点看不清节目组对她的态度 不知道最后她会不会拿到的 是虎初阳的剧本 明明人气高 却低位出道 我是虎初阳在路牙 现在许佳琪的战好 然後看不 bottom 和遵纸